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作为一个地道的90后与田君的童年 无疑是多姿多彩的 以至于当在职场中遇到挫折的时候 总是会通过回忆孩童和小伙伴们 在一起的时光逃避现实 当然除了童趣的生活和游戏之外 放学回家之后的节目 动画片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要说一下与田君家里在小时候 用的是私人的无线电视台 就是那种一搜能搜好几个 境外卫视的奇葩电视 甚至于有的还是十八镜子 在等妈妈做饭的时候 除了偶尔去厨房捣乱和看菜之外 就是在等晚饭时间 准时收看星空卫视的动漫《极先锋》 对于当时正在从国产动画幼稚中走出来 想要汲取和开阔眼界的我们来说 以播日本动漫为主 多星空卫视 正好为我们打开新世界大门 除了大名鼎鼎的海贼王 火影忍者 犬夜叉之外 百变小鹰 名侦探柯南 水果篮子 魔法咪路咪路灌篮少年等一系列经典的动画 在那个网吧还没普及 随身听还占据主流的年代 星空卫视还真是承包了我们的童年 乃至学生时代 对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们来说 星空卫视的动画片才是Eats 以至于宇田君的圈子里都出现了鄙视链 精准定位的星空卫视 星空卫视于2002年开播 其最初的目标市场就是华人 在那个我们还学习港台流行音乐的时代 星空卫视也让我们得以学习到华人娱乐的最前沿 可以看到当时华人圈子最流行的时尚 综艺元素 小学时候的我们喜欢星空卫视始于日本动漫 到星空卫视除了日本动漫之外 还有当时国内超脱于时代的Q版三国 小蝶姑娘 欧美的变形金刚 Hando先生 当然如果将星空卫视 仅仅当成一个动漫平台 其多最是一个搬运国外动画的小作坊 可实际上星空台能带给我们可不只有这些 实际上在影视端 星空卫视还有一系列 知名的亚洲电视剧和电影 还有好莱坞电影 黄金时间档的电视剧如微笑百事大 命众注定我爱你 笑傲江湖 海王等等 基本上当时亚洲好看和热门电视剧 都能在星空卫视找到 甚至于下午时间段 还有如江诗先生东方秃鹰 情圣千王之王 1991等怀旧港片轮番播出 小时候宇田君最喜欢的就是千王里面的反派 唱两只老虎的片段 对于当时已经深入初衷 全民台日韩嘻哈的时代 星空卫视可比当时内地卫视的其他电视剧 更符合青少年的喜爱 这一点综艺节目上更显对内地的降维打击 那个时候 内娱只有马桶台的超级女生和快乐男生站 而星空卫视不仅有模范棒棒糖 我爱黑色惠等偶像团体节目 更有如冒险王 超越极限等户外探险节目 更还有利孤利孤乐翻天 天才棒棒棒等全民娱乐竞技节目 正如他的口号 中国梦让世界心动 在那个互联网媒体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 我们紧干全世界潮流的重要窗口就是星空卫视 可进入2010年 当我们上了大学 进入社会 移动互联网飞速崛起的年代 当资讯已经进入我们领域的时候 星空卫视却慢慢有入下坡路 以至于现在虽然还在运营 但却完全从我们视野里面消失 打开电视翻来翻去突然发现 星空台似乎不见了踪影 很多人都以为是该频道已经停播了 所以才看不到 但实则不然 真正的事实是线已经被大幅限制了 后互联网时代沉沦的星空卫视 虽然星空卫视至今依然存在 官方账号和公众号也都有开通 但一切都以物是人非 现在的星空台你再也看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其实星空卫视的沉沦已映射了港台电视台的没落 一方面是内于自制节目的不断成长 进入千禧年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 很多电视台开始逐渐从地方台分离出来 他们可以自制节目 可以请明星 可以模仿 在强大的资本压力之下 港台电视台小成本的电视节目也逐渐与亚洲脱轨 大批港台演员到内地发展 另一方面 在新媒体和网络时代 缺乏互动电视节目仅仅是内容输出的传统电视节目 已经不再是资讯的第一接受点 举个例子 我们08年以前在星空卫视上追着等海贼王更新 但到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第一时间更新动态 而星空卫视还要经过汉化授权 更新比网络还要慢半年以上 结语 在宇田君看来童年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小时候每个人都很简单和单纯 不用像大人那样为了生活奔波而劳累心烦 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那份时光 正如星空卫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典回忆一样 等到10后的孩子成年之后 那些镌刻在他们儿时记忆里的动画作品 也将会成为他们公认的经典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感慨着 我们下期见了